归宿还真再出新贸国际水墨学术研讨会18日于纵河大楼主席 广由国内外学者发表研究成功 师大美术系李正明教授理术 当独才成为事实革命就是正义 介绍刘国松老师建构水墨新传统区 在刘国松毕业于师大美术系的年代 传统文人化坚持用以必然中锋的框线 事实已经造成了水墨发展的一些潜质 所以刘国松提出了革中锋的命 刘老师表示各界指教批评都成为自己的创作动物 来给我多一点指教批评 所以让我今后能够更努力地把我的时间用在创作上 一个画家的一个重要画家在历史上能够定位的一个画家 非常重要的是要用不同的思维和创作提出不同的主张 也许在当时不会遭受非常多的压力跟打击 但是只要坚持我相信它未来一定会有所表现 照顾国家文化资产总监 川普提到老师的画作开创接近天堂与镜子的 黄金水墨时代也期待两日的沿途会中 能增广对现代水墨发展了解与识誓 将记者许英文里面的提采访过来 感谢观看